我们持续为您掌握各地的最新状况 但是我们要先带您来看到在桃园市复兴区 发生一起资源回收车翻覆边坡的意外 驱公所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 疑似因为当时下雨道路失滑 整台车突然翻落约5公尺深的边坡 第一时间车里的两个人自行脱困 而消防队货报之后赶到现场利用绳索 先把两个人从边坡拉回路面 两个人意识都清醒 但是44岁的张姓副驾驶右侧臀部疼痛无法行走 由救护人员送往医院治疗 而幸好经过治疗过后伤势没有大碍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